我们看长期待摊费用 这个基本上考一个小题 差不多了各位 那我们看长期待摊费用 是企业已经发生 但应有本期 我们更多的费用都是本期 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 现在一年以上的各项费用 那注意 虽然你未来是费用 但现在你不是费用 名字虽然是费用 注意它是资产类 你看那个制造费用 它是损益类吗 也不是 制造费用是什么 成本类 各位啊 它不是损益类 成本类 这两个尾巴虽然是费用 但它不是这个损益类 那好了 本期和以后各期来承担的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我租了这个使用权资产 是吧 我进行改良 我租了这个设备 是吧 我租了这个房子 我进行改良 我租了这个房子 我装修花了我什么 这个好久 然后呢 我这个装修费 我不能怎么样 我不能这个一次性记录 本期的比如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而是我先祭导长期贷费费用 是不是 我先祭导长期贷费费用 比如我装修花了我20万 对不对 那我就会借长期贷费费用 但呢 人财物 人是应付职工薪酬 财是一样存款物 那我花了20万 那我假设可以用几年 这个五年吧 那我每年就贪4万 各位就这样 是吧 这是一步 然后你贪的时候 比如销售部门用 借销售费用 贷长期贷费费用 或者借管理费用 贷长期贷费费用 这是一个资产类 长期贷费费用是资产类科目 增加在借 减少在贷 余额在哪一方 余额在借方 我们来看看案例 三月 不许公司一般纳税人 对于非短期租赁 因为我们学过使用权资产了 短期租赁 还有那个低价值租赁 短期租赁是一年以内 低价值租赁 只能说了一般在4万以内 就新的价值 那你这两个租赁 就不要那么复杂了 不要用使用权资产了 直接租进来 如果不给钱 我就不做账 给钱借管理费用 带什么 洋葱款或者带齐的应付款就完了 那你既然涉及到非短期租赁 那你就正常的租赁 你用的是使用权资产 那你租入的办公楼进行装修 是不是 装修 支出录像 领用生产用材料50万 带原材料50万 相关增值税额为6万5 那问题是这个6万5要转出吗 不用 这个6万我们不用转出 因为你是什么 办公楼装修 你去买办公楼也是可以抵扣的 所以这个6万5不用转出 不玩 有关人员工资22万 6月底装修结束 那么你做账 借长期代摊费用 对吧 代原材料50万 代应付只工薪酬22万 那你加起来就是72万 你看到 是吧 借长期代摊费用50万 代原材料50万 再说一次 长期代摊费用是资产类 然后确认人员工资 各位啊 这里进相税不转啊 进相不转 确认人员工资 借长期代摊费用22万 代应付只工薪酬22万 是吧 那么这里是50万 这里是22万 加起来72万 好OK 然后说 7月 开始透露使用 管理部门和销售部门 各占50% 大家各占一半 预计租资赁6年 那你这个72万 要出一个6 每年12万 每个月是1万 12除以12 1万 1万你各占50% 管理部门5000 销售部门5000 好请看 7月摊销时 每年因摊销的装修支出 72万除以6 12万 对吧 每月因摊销的装修支出 12除以12 1 好 1 那么做分路 带长期带摊费用1万 借管理费用5000 带 不是那个600题 也不是550题 就是初级的白考题 各位 初级的白考题 在这 那么这张表 像固定资产的折旧 当月增加 当月不提 下月开提 当月减少 当月稍微停停 无形资产没有 不之后 折旧方法 医疗汇 无形资产 有一个生产总量法 然后带累计折旧 借贪部门 再建工程 其他业务成本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研发支出 带累计三销 借这些 好了 各位 更多的服务习总结表格 请看白考题 下面请大家翻到 应试指南165页 第四章 考点5 水塘小链 第一 白考 多选题 我们更多的白考题 就在这本书 教初级白考题 是吧 有我跟另外的老师 何编的 我编会计 另外老师编 经济法基础 下列关于无形资产 和其他资产表述 不正确的事 谁是不对的 除房地产企业以外的企业 所以非房地产企业 单独取得了土地使用权 取得了土地 应将取得时发生的 支出资本化 作为无形资产成本 比如我是一个工业企业 我搞生产的 我取得了土地 把它土地 取得时的这个资本化 是吧 支出资本化 记录无形资产成本 这是对的 是吧 借无形资产 带洋铲款 以租赁方式 租入使用权资产 发生的改良支出 是吧 记录长期代单费费用 我使用权资产 我房子租进来 我车租进来改良 记录长期代单费费用 对的 对的不选 因为我要选的是什么 不正确的 我们来看B 哇 好长 没事 慢慢来 假公司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的 2020年1月5日 以2800万元 购入一项专利权 另外支付相关税费 200万 那好 那么你2800和200 一共是3000 你这个3000就是什么 无形资产 各位啊 是吧 3000是无形资产 为推广由该专利权生产的产品 发生广告宣传费100万 各位 你这个是一家 那你这个三 它是什么 销售费用 各位啊 这个三是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是100万 该专利权预计使用五年 预计进产值为零 采用直线法谈销 对吧 用五年进产值为零 直线法谈销 那么 你现在是1月5号 各位啊 1月5号我们说了 这个1月没关系 反正你是全年 对不对 20年全年 那么你现在贪销 是不是 贪销了 贪销了怎么走 我们说贪销额啊 贪销 贪销我们来算一下 先说是年 年贪销额你是3000万 除以个五年 对吧 那每年是600万 那月贪销额 600除以12 每个月是50 各位对吧 每个月50 好了 假设不考虑其他因素 20年12月31日 该专利权的账面价值为 2480万元 看到了吗 那对不对呢 各位对不对啊 说20年12月31号 他的账面价值为 这个2480万元 那我们减一减呗 你原来是3000 现在你贪销额是50 对吧 不对 月是50 年是600 减600 那你应该是2400 所以你说是2800 错了 应该是2400 账面价值嘛 你原价 账面余额 这个是账面余额 减去这个贪销额 两个一减价值就是3000 减去600 因为没有减值 所以你的价值就是2400 所以左半部分就错了 所以这个是错了 错的我们要选 比是我们的答案了 那我们再看后面的 后面就另外一个了 一企业了 19年7月1号 一企业开始自行研发 一项非专利技术 20年1月1号 研发成功并达到预定状态 那也是20年开始的 20年开始 说该非专利技术 研究阶段累计技术500万 研究阶段500万 研究 是吧 这是20年 对吧 我们再看一下 19年7月1号 开始自行研发非专利技术 20年1月1号 成功并达到状态 不对 这应该是19年 20年在这 因为你这里达到什么 状态 是吧 20年1月1号达到状态 或者准确的说 达到用途 这是1月1号 20年 那么你这500万 应该是研究 而且19年一定还有开发 对不对 这一段是开发 一段是研究 一段开发 研究你是500万 各位 那你这500万应该费用化 也就是我管理费用 我费用化 先记录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然后记录管理费用 我是500万 好 利润表的话就是研发费用 行 OK 这是一个 该非专利技术研究阶段是500万 均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好 OK 开发阶段累计支出1000万 其中不符合资本化条件支出200万 那么也就是说这里是200万 是吧 那你开发阶段 资本化条件就会记录无形资产 那你记录无形资产是多少呢 往下走 是吧 那也就是1000 减去200等于800 800 那我写这给你放大一点 你首先这里是500 这里是研究 然后上面是1000 然后这些是资本化 是吧 这些是非资本化 那非资本化200万 也就是费用化了 那么也就是你的费用加起来是700 而你资本化是800 是吧 这边是800 800是无形资产 700是管理费用 对吧 那么你达到状态是1月1号 对吧 而你刚才这些费用是哪一年 是19年的应该 19年的费用 不是20年的 好 往下走 不考虑其他因素 企业该非专利技术记录 管理费用的金额是500万 错了 他也没说哪一年 反正你管理费用应该是700万 对吧 这个700吗 或者这两个加起来是700吗 无形资产路将榨值1000 错了800 所以这个也是错的 错的 我们要选 先这是B 是我们的选项 C 全是文字 企业无法可靠区分 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之初的 应将其所发生的研发支出 全部资本化 记录无形资产成本 错了 我们说了 当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分不开 我们要全部什么 费用化 而不是资本化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如无法可靠确定预期经济利益实现的方式 应采用直线法参销 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无法可靠预期利益的实现方式 采用直线法 对吧 这是对的 各位这是对的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寿命不确定 就是那个祖传秘方 不应进行贪消 对吧 对了 只简直不贪消 你只要看到这几个字 寿命不确定 各位 你脑子里马上跳出来 只简直不贪消 各位啊 你要跳出这个来 只是简直不贪消 无形资产的贪消方法 应反映其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 各种无形资产贪消额 仅全部记录当期损益 那也不一定 比如你记录制造费用 那你制造费用的话 是不是 那你就是成本来 再比如你记录研发支出 是吧 资本化支出 你拿着这项无形资产 去研发其他的无形资产 然后又达到了 这个 资本化条件了 那就研发资本化支出 那这两个它都是成本类 是吧 它都是成本类 最终都变成了资产 各位 成本类它最终都是资产 所以这个错了 是吧 所以这个C这里错了 因此是我们的选项 我们要选的就是错了 好 OK 先这是C权项 第一 2020年9月1号 秉工业企业转让一项专利权 卖专利权 该专利权的成本为5万元 累计谈销2万元 无形资产减准备5000元 转让价款是3万元 那好了 那我们来写分录啊 一起写 带 无形资产 各位多少 5万元 借累计摊销 金额是2万 再借 无形资产 减值准备 金额是5000 5万减2万减5000 那你的账面价值就是25000 对不对 你账面价值25000 你卖了几万卖了3万 借银行存款 3万 那么你3万的话 各位 那你赚了吗 赚了5000 贷资产处置损益5000 各位谁见 不考虑其他因素 也就是不管税了 则该转让专利权 使其他业务收入增加5000 错了 是资产处置损益增加5000 所以这个错了 错了是我们的选项 预期不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专利权 因终止确认无形资产 是吧 终止确认 无形资产简直 损失确认后不能转回 那么 不能给企业带来利益的终止确认无形资产 这句话是对的 简直损失不能转回 这句话也是对的 租出无形资产的摊销无印记录 其他业务成本 对的 出售无形资产形成的净损失 记录资产处置损益 对的 也就第一个错了 那么D也是我们的选项 因此最后选BCD 解析 我觉得你刚才听懂我的可以不看 好OK 各位白考题 还是要费点脑细胞的 好OK 来 好我们来看单选题 一 下列各项中 关于企业无形资产摊销表述 不正确的是 A 行政管理用无形资产的摊销额 记录管理费用 那么这是正确的 借管理费用 代 累计摊销 好OK 我们多写写总是好的 B 使用寿命不确定 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不进行摊销 我们说看到寿命不确定 你脑子里就跳出来 只减值 不摊销 是吧 只减值不摊销 这也是对的 这也是对的 但对的我们不选 我们要选那个不正确的 C 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应反应其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 对的 对的不选 D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处置当月应进行摊销 是吧 处置当月不摊了呀 当月增加 当月开摊 当月减少 当月停摊 所以不摊了 这个错了 错了是我们的选项 因此答案是选D 好 OK 好 三 多选题 第一 下列各项中 关于自行研发无形资产业务的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有 A 满足资本化条件的研发支出达到预定用途 应转入无形资产科目的借方 借无形资产 在研发支出 是吧 资本化支出 好 OK 这个是什么 对的 B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研发支出 期末应转入管理费用的借方 对的 借管理费用 待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 是吧 好 OK 正确 C 满足资本化条件的研发支出 应记录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的借方 错了 不满足才对啊 不满足 所以这个错了 第一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研发支出 应记录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借方 错了 是吧 满足才对 各位啊 这个满足才对 或者这两个说法 所以答案是选A和B 请大家掌握啊 好 我们来看判断题 企业研究开发的非专利技术 用于出租 那你出租的收入是其他业务收入 出租的成本就其他业务成本 是吧 既提摊销额记录 营业外支出 错了 应该是什么 其他业务成本 是不是 借其他业务成本 带呢 累计贪销 各位啊 这种愤怒你多写写 对你只有好处 没坏处 好 OK 所以这个是错了 好了 那么各位同学 讲到这 我们就把这一章 也就是第四章 全部讲完了 那么作业的话 你到现在为止 应该把第四章的 或者是第四章以前的 我们应试指南的题目 全部做掉 你千万不要这种 有这种想法 什么想法呢 我先听课 我等整本书都听完 我再来做 你是天才吗 你不可能是天才 你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干 听一个考点 我们说了 听一个考点 是吧 做一次随堂小链 各位啊 你一定要听我的 不要急 是吧 然后一章结束了 做一章 吸踢 是这样 那么你一章一章 稳步的往前走 你不过谁过呀 一定要听我的啊 不要急 好 OK 各位 那么讲到这 本章 我们就讲完了 有福游戏 初级必胜 大家学习非常辛苦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过来